深藍色车身,车头镶嵌着剑齿虎,这是中国大陆制造的剑齿虎装甲车,首度出现在香港市区,搭配反恐特勤队,大批机动部队,巡逻港府总部立法会与中环一旦,要迎接下周七一,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庆典。 越歪审会议指南中心周围,凌晨设置水马同改路,大批水马运动会议指南中心,国人将水马摆放到指定的位置注水,又加上集会。 香港的危安上升到反恐层级,同时还要防疫,特首林郑月娥跟多名港府官员陆续进行PCR检测,因为准备宣誓就职的新执政团队,已经有两名主要官员确诊。 大陆官媒新华社报导,习近平将出席七一大会与新特首就职,但没说明是亲自赴港出席,还是视讯出席。 五年前的七一,习近平到香港主持,今年民主抗争被镇压平息后的七一,也是香港移交二十五年,习近平是否再亲自赴香港,依旧是个谜。 TV新闻李明辉成员文综合报道。